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Juil 那么我又回来了 这段时间呢 因为工作啊 包括我平时模样改造的工作也还挺多的 所以呢 距离上个视频更新可能已经是有半年的时间 那么为了避免成为年跟up主 那么我决定将我的栏目进行一些改变 也就是我会把我的每一期的视频分成两期 一个呢 是一个简单的玩具开箱 也就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玩具它原本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呢 也是制作非常的粗糙 就是为了涂一个块 然后让大家可以最新鲜的看到这个玩具的样子 然后呢 另外呢 我会再做一期 也就是所谓的一击两吃 再数一期视频去告诉大家我是怎么改造 然后怎么去打理 怎么去提升这个玩具的 那么今天拆的就是PT的翻高 这个呢 应该是已经延期了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我记得它应该是在上半年出货的 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延期了一点 然后呢 这个包装还是挺好看的 它用了反高的两幅画 一个呢 是星月夜和一个向日葵去做这个包装 打开它包装 首先看一下它这个主体 它的主体呢 是采用了一个 它穿它的这个画画专用的小挂的一个造型 看一下它这个头雕 头雕的涂装还可以 我觉得比它之前的产品 是还算有进步 它这次添加了一些 类似于这种色斑的小细节 然后呢 这个眼神呢 是有一个鞋式 这应该是采取了它自画像上面的一个造型 是它割完这个耳垂之后的一个受伤的造型 然后戴了一个很可爱的小脸帽 不过它的 在我印象中 梵高的胡子的颜色似乎是那种 金橘 就是 那种红黄 姜黄色的那种感觉 它的头发的颜色似乎 包括这个胡子的颜色似乎是有点深了 然后呢 它这个画 画挂的身上呢 是有很多颜料涂装 这颜料立体感还挺强的 然后呢 也像真实的油画颜料一样 涂上去是会有点硬 它这个画挂的材质呢 是采取那种 可能是棉捆麻 就是那种 还算比较有支撑感 然后不是很会皱的那种 那种布料 就是它 你看这样子折叠它 它可能留下的痕迹就还好 这种颜 这种材质呢 是我打脸的时候比较喜欢看到的一种材质 因为它打脸完之后 你去晕烫它之后呢 它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定型 然后呢 看起来就会更有垂感一点 这个要等后面烫了之后才知道了 它这个裤子采取的材质呢 可能更偏那种画纤一点 就支撑性很强 这个其实我觉得裤子可以采取跟上面一样的材质 因为这个画纤呢 它虽然就是支撑性很强 它看起来就是很挺 但是可能就缺少了一点那种裤子自然的褶皱感 可能更像大家看到那种定制玩具那种很垂的感觉 不过我觉得可能以樊高这个人来说 它的裤子皱一点 就是那种寒酸一点的感觉会更好一点 然后它的鞋子呢 是一个复古的高帮造型 然后似乎也不是用那种随便拿了一个什么鞋子来做处 好像还是新开模的 鞋底呢有一些彩到颜料的这种效果的涂装 鞋底的涂装算我还挺不错的 然后呢 袖口呢也是有一些粘到颜料的这种痕迹 这主体还可以 但是我觉得就是它的去涂的这个模仿颜料粘在身上的这个痕迹有点太重了 因为正常来说是不会有那么大的痕迹 它应该是那种很细碎的 因为它不可能说拿一个刷墙的刷子去画画嘛 应该是一种很细碎的 不过对于工厂的量产来说 可能也就是只能拿到这样 它不可能真的拿一个很小的刷子 一点一点的去给你涂 主体先放了一遍 然后呢 它还有一个正常的头条 哦 这个是我看到的第一个厂家 它会把这个脖子做的比较正常的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像Hall Toys 或者说是别的一些第三方的厂家 它会把这个脖子做的很长 然后脖子插进去 它这个脖子的长度我觉得应该就还算比较短 因为我每次回来都要改很久这个脖子很麻烦 然后这颗头的涂装 我觉得既然要比那颗头看起来好一点 它的这些色斑 包括整个肤色的铺设都还挺不错的 就还是老问一样的问题 我觉得毛发的颜色稍微深了一点 眼睛也还挺不错的 虽然没有HT那种很细的铜线 但它这个眼睛的蓝色是有一点高光和阴影的效果的 涂装还挺不错的 然后呢就是一个 就是应该是它洗笔的一个桶 这个桶它的身上它也涂了很多那种类似于原料装上去的效果 不过我觉得跟衣服有点一样的问题 就是这个笔刷的痕迹太重了 也不是太重太粗了 有点像用刷墙的 如果放到1比6的笔 有点像刷墙的那种刷子去刷的感觉 这个我应该也会去重涂一下 不过厂商还是挺有诚意的 它这个里面里外都有做的涂装 可惜工厂的小姐姐还是 它不可能给你涂得很细 然后呢就是一些手型 有一对 这个平时看起来好像不会有什么用处 但是我觉得在梵高身上应该会很有用的一对手型 然后一对放松手 我应该基本就不会用了 然后这对手型呢 平时应该是类似于Hot Toys的那种 可能 递给你一个什么东西的手型 平时我基本是不会用到这个手型的 但在这个上面呢 它去握一些画笔 去拿住它的调色板 应该还是挺有用的 说到画笔 它的画笔 调色板在这边 哇 这个调色板 比我想象中的好一点 我以为它只会用那种很平的颜料去做一下这个调色板 不过它这个调色板 首先是应该是真的一个木头的调色板 是木质的 然后呢 它用颜料 应该是 丙烯 或者说是 应该是丙烯 做出的那种调色颜料的那种 就是你去调颜料 因为油画颜料是立体的 是比较厚重的 它也用丙烯去做出了这种立体的效果 这个看起来挺棒的 然后呢 那刚才说的这个手型会有用呢 就是它们一般是这样画画的 就是用大拇指抠住这个调色板 然后呢 左手再去蘸去 所以呢 这个手型就意外的很有用 然后呢 它的画笔在这边 这个画笔似乎就没有什么惊奇了 它的画笔呢 应该就是一个木棍 然后前面去削的比较的扁 涂上了红色的漆 然后呢 这边做了一个 应该是银色贴纸的处理吧 这个画笔 应该就是 又回到了普通的三方水平 并没有给我什么惊喜 不过呢 配合这个手型 这个手型放的不错 嘶嘶嘶 感觉整个人都要画起来了 这个一包是 哦 这边还有一包小的颜料 不过只有三管 这个钥匙能多个一点就好了 这个颜料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颜料应该是一个塑料的 然后喷漆的效果 上面贴了一点贴纸 然后有一个它的小烟斗 烟斗里面呢 还做了一些 类似于它烟斗点燃的涂装 小烟斗还可以 然后呢 这个应该是它的一件便服 因为刚才那个蓝色 应该是它画画的时候 专门穿的衣服 这个呢就是日常穿的衣服 它的便服的袖口呢 也做了一些颜料的涂装 这个涂装我觉得要比 这个蓝色衣服的涂装和很多 它是有一点 若有若现的感觉 然后呢 就是袖口粘的比较多 然后后面粘的比较少 它这个颜色铺设的也比较柔和 是有过度的 这个颜色看起来就很棒 这个材质呢 是像麻制的 板型不知道怎么样 要穿了之后才知道 然后来看一下第二层 它这个盒子还挺厚的 下面是有一幅新月夜 它这个油画要比我想象中的效果要好很多 我以为它会直接就拿一张纸随便贴一下 它这个还是采取了一个真实的油画的构造 有一个油画框 然后呢它用一个类似于油画布的 这样一个底部去奔在上面 然后呢用几颗图钉 不是图钉 是有造型的钉子出钉 然后呢在上面印了一幅新月夜 它这个画 这样印的话 因为那个布本身是有一些 起伏的质感的 这样看这个画竟然还有一点神奇的立体感 看起来挺不错的 哦下面是一个 居家旅行 沙云月火必备小折凳 这应该是 模仿它坐在那边做画的时候造型 然后就是一个 画架 这个画架上面呢也是做了一些 模仿它油漆建出来 或者说是涂到的造型 画架应该是木头的 不过这个画架的画框 似乎是有点粗 然后跟衣服一样的问题 我觉得它这个 涂的也是有点太粗了 这个自己重涂一下 应该会更好一点 放到一边 然后呢就是一个 同样用新月夜为元素 做的底座 当然这个东西我是不用的 所以直接丢到一边 目前看来呢 我准备重塑下这个帽子 然后将这个耳朵受伤的结构 诚实用布料还原出来 头雕的部分呢 我决定将 毛发的颜色进行更改 另外呢 看繁高的自画像 总是给我一种 它雀斑很多的感觉 我也准备尝试还原一下 蓝色挂子上的颜料呢 我也准备重塗的更细密一点 然后在画板上添加更多的颜色 让整体看起来更接近真实的 一个画家的感觉 水桶和画架呢 我也准备擦去一点 已有的笔横的涂装 然后也把它涂得更为细密一点 不过目前什么都不做 就简单的把它整体放置起来呢 效果也非常的棒 头雕头雕的肤色很赞 画架和画章呢 则自然的形成了一个小场景 跟那种只有一个主体的 缘缘比起来呢 就显得生动了很多 那么喜欢的朋友可以一键三连哦 期待一下后续改造装图的大高吧